大家好 我是陈岳 全球热点深度追踪 欢迎来到陈岳观点 首先还是提醒朋友们点赞 分享订阅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言归正传 根据今日俄罗斯6月3日的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 亚历山大福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全球正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冷战 A New Cold War 那么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 那么他声称 我们看到了各国被卷入新冷战的趋势 国家被分为我们和他们 而他们在教育性的文件中被明确的定义为对手 福明指出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在瓦解 国际组织的作用也在萎缩 但他并没有举例予于详细的说明 他还表示新式武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现代世界的力量平衡 军事竞赛波及到越来越多的领域 包括太空和网络空间 这将改变战争的原则和作战的方式 福明表示这些议题也会在6月22日到24日所举办的第九届 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期间进行讨论 我想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我们所谈及的国际重要国家的高级官员 都出来谈到新冷战的议题 那么我们今天也要和大家来探讨这样一个宏大的话题 那么这件事情也是我思考很久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美之间的摩擦竞争乃至于碰撞 究竟是不是新冷战 虽然有很多朋友已经早就用上了这个词语 来定位今天的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 但是由于今天的世界彼此利益交融 那么东西方战略利益也是错综复杂 再想象当年那样美苏冷战时期彼此并无太多交集 也无太多共同利益的情况 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毕竟全球化已经这么多年 因此之前我一直谨慎的使用所谓新冷战的概念 但是最近我认为局势发生了一些转变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拜登的欧洲行程 美欧峰会 北约峰会 以及美俄峰会 其中传达出的概念非常直接 那就是西方国家虽然在对华关系上有很多不同的利益 特别是经济 贸易和市场层面 但是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 开始和经济利益并行出现 如同曾经的日本和中国之间正冷惊热的情况 我们我在思考 所谓的新冷战和曾经的美苏冷战时期 也许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这一点 那就是和中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依旧存在有钱继续赚啊 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 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确实是另一番景象 我们今天就来详细的来论述这件事情 同时中国这个外交部的前副部长 北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盈 近日警告中美竞争将日趋激烈 中国必须直灭美国的挑战 甚至随着俄罗斯近来年的经济发展 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也重新崛起 近期俄罗斯在太平洋美国夏威夷附近的军事演习 可能就是正式宣布俄罗斯也要来介入这场全球博弈的标志性事件 很多朋友相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我也真心的希望未来能够继续保持发展与和平的环境 但是现实摆在眼前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 在这场可能愈发残酷的竞争当中 中国是不太情愿的那个主角 美国和他的盟友们则在持续的加大戏码 迫使中国不得不参与这个零和博弈的演出 最近的两份公报也是让这样一个趋势展露无遗 6月13日G7峰会公报出炉 称我们将继续协商透过集体模式来应对 非市场经济政策与做法的挑战 这些做法妨碍公平与环球经济透明运作 当然这样的指控这样的抹黑我们也听得多了 同时公报当中还提出西方国家将推广他们的共同价值观 包括涉及到中国相关的内政的议题 那么这一部分呢也是美国对中国长期以来的不断的指责 很多事情呢即便是没有证据 但是美国方面呢始终保持高调 实际上就是一种宣传与认知作战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 甚至包括针对全球供应链中的各种形式的问题 那么都加以指控 已经从所谓的强迫劳动啊等等这样的议题呢 开始来对中国的特定产业 包括曾经在新疆的棉花产业 太阳能发电板 服装等等进行精准式的产业打击 这一点呢我们必须看在眼里 他所谓的关心你的啊 这个民众关心你的什么呃这个人权 强迫劳动等等呢实际上就是为后续出彩相应的动作 对你的产业进行直接打击的一个借口 而这件事情必须擦亮眼睛 我们看到在北约峰会联合公报当中 也谈及很多涉及中国的事务 那么公报的第55条就指出 中国扩大这个中国的军事力量 在实施军事现代化和公开宣布的所谓军民融合战略方面 那么备受美国的指责啊 美国带头对中国相关的军事现代化进行了莫须有的指控 并且谈到中国的强硬的行为 对基于国际秩序和联盟安全相关领域构成系统性的挑战 而这样一个系统性挑战一次近期被谈论的非常多 我们试问 中国在全世界的发展GDP的这个进步 中国有14多亿的人口 那么中国发展军事现代化自然是有正当的理由 保卫国土难道是要讲得完的吗 难道只允许你的国家发展军事现代化 中国不能发展军事现代化吗 这又是哪来的道理呢 美国不断声称的所谓国际秩序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这个规则是谁定的规则 是联合国的规则 WTO的规则 WHO的规则 还是其他什么规则 世界海洋法公约 美国至今未给未与参与 都不承认 国际海洋法它都不承认的 这样的国家 联合国不通过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相关决议 于是乎美国自己干 带着北约组织跑到伊拉克 把别的国家打得稀巴烂 这又是什么样的国际规则呢 哎呀讲白了 就是自己呢 这个想找一个借口 找个理由 然后就开干 对吧 那么这样的情况和所谓的什么强迫劳动 开始针对新疆的棉花 新疆的太阳能产业 新疆的服装产业 进行精准打击 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一脉相承 这也是美国多年来干涉国际事务 进行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一贯做法 那么与此同时呢 美国总统拜登在G7峰会提出 所谓重返美好世界 就是我们所说的B3W 那么对标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全球战略 那么宣称将构建一个 由主要民主国家领导的 以共同价值观为导向 高标准与透明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 旨在满足中低收入国家 巨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看到 各种各样的细节出来 因为给其他国家盖这么多的基础设施 那么显然是需要有大量的 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 同时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这个资金的来源 当然在事后的一些媒体透露 包括政府官员的口中所谈及了所谓民营资本进行投资 那么这样的低缘政治战略呢 它本身不是一门生意 对吧 它是国家战略博弈的一部分 那么这里面的话到底能不能赚钱 其实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么美国希望民营资本投资这条路呢 我个人认为是走不通的 当然了 我们虽然看到很多这个西方阵营呢 把在公报当中的言辞说的呢 各种各样针对中国的描述越来越多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西方阵营也并非铁板一块 怎么看 从哪个角度来分析 不同的人 不同的视角 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 你当然也可以去解读西方布施铁板一块的很多证据 包括马克龙 这个默克尔的发言 但是其实公报本身对吧 既然大家都签字发这个公报 表示呢 不管什么原因 也许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之下 也许在美国的反正各种操作之下 那么共同签字了 这就是一个公报 公报呢 就体现出共同的意志 那么这一点呢 必须加以正视 不能够忽视 一方面呢 就像我们之前老师说的 在战术和战略方面呢 一边要这个不能够好像妄自菲薄 觉得别人搞个公报 好像我们就不行了 怎么怎么样了 天塌了 根本就也没有到那种程度 而且呢 也不至于 对吧 那另外一方面呢 重视你的敌人 这件事情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哲学的两个方面 那么比如说 分歧的部分呢 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了 像在G7会议期间 这个暴露出讨论的非常激烈 分歧也非常明显 那么一度呢 讨论敏感话题 后来呢 就把整个房间内的互联网全部都切断 那么G7领导人在与北京打交道的时候 要如何权衡合作与对抗 那么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利益主体 显然有不同的看法 北约秘书长呢 也说 北约不是要与中国开展新冷战 中国不是北约的对手或者敌人 但是北约需要共同的应对中国 攫取对北约安全所构成的挑战 其实这也是胡说八道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默克尔与马克龙接连呢 这个对外发言 前者声称 中国是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 和经济上的竞争者 但中国也是一个合作伙伴 如果没有中国合作 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呢 将永远无法找到解决方案 马克龙说 G7不是与中国的敌对俱乐部 在应对气候变化贸易等问题上 G7成员仍然要同中国一起合作 那再比如说 英国的首相约翰逊公开表示 北约与会的各国领导人 都不希望与中国开启一场新冷战 那此外 G7成员国原本对台湾问题意见也是存在分歧 法德实际上是不愿插手 但是美日两国的极力怂恿怂之下 最终在公报发布前的数个小时 才得以拍板敲定 那不管怎样吧 我们看到了分歧 看到了在会议过程中的不同意见 也看到在会议之后的 大家谈论的问题呢 这个看法的不同 但无论怎样 在好几个峰会的过程中 包括北约峰会 G7峰会 那么共同签字 发表联合声明 其实这件事情本身 已经能够说明问题 我们关注过程 我们也要关注最终的这个结果 这两件事情呢 要同时一起来看 不能够只看一边 从情感上看呢 关注这些繁杂的细节 当然可能呢 让我们关注到一些区别的地方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立场 不过在更为整体性的趋势面前 就显得苍白而累赘 西方世界的确不是铁板一块 从来也都不是 也不必要是 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们 结成集团式的对外同盟 那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必须要看得清楚 虽然可能这个同盟本身是松散的 但是有时候呢 可能也是有效的 尤其是当面对意识形态对手时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迄今为止 从无例外 即便在冷战时期 最为剑拔奴章的时刻 美国和苏联也始终在 非传统安全领域保持合作 比如说 医疗卫生与环境保护方面 这和今天 马克龙与默克尔呼吁 同中国在生物多样性 及气候变化领域 加强合作 如出欲辙 虽然这都是人类的本质利益 但在国家竞争的丛林中 他们更常扮演的是 面子工程 是政客表现涵养 虚与伪移的工具 处在现实利益的最边缘 就像在稍早前 新疆棉花事件 那么我们看到 相较于那些 能带来痛苦回忆的 增派驻军和武力威胁 软对抗的形势 更加具有迷惑性 因为其常常包裹在 所谓静和的外表之下 而一旦将这层唐衣 把它给剔除 那么今天的世界 与曾经的冷战时代 依旧遵循着 同样的零和的逻辑 那么我们也看到 还有观点 将希望寄托在 美国的衰落之上 这一点呢 我看也是并不容易 美国的确在 过去的数十年 那么对外不断的 进行扩张 发动战争 等等这些作为呢 使得美国国力 也大不如前 在国际场合之中 相对的衰落 是美国必须面临的现实 美国内部政治的分裂 也是美国必须面临的 治理能力 国力领导能力的 一个现实 但是美国今天的国力 不能小看 美国的军事力量 依旧世界第一 军费依旧世界第一 那么美国的美元霸权 在全球呢 很多国家 恨得牙痒痒 但是也是没有办法 他一轮又一轮的割韭菜 一轮又一轮的剥削 其他国家 可是这些被剥削的国家 又能怎么办呢 对不对 他通过美元 不断的印钞票 发给美国人 美国人的日子 过得就很好了 在疫情当中根本就可以免费的拿到这么多的钱 日子照样可以过 以至于可以大买特买 全球的商品都会随之涨价 可是其他国家的老百姓没有这些钱发 稍微发一点钱 马上通货膨胀 货币大幅贬值 这就是美国剥削全世界的方式 可是你看清楚了又能怎样呢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 不公平 是处处都存在的地方 那么我们必须呢 要去客观的认知 美国今天的实力 这一点呢 我反复的强调 我们呢 这个不能够视而不见 要加以正视面对 我们看到通过新冠疫情 整个的过程吧 那么即便在失败的公共政策 与混乱的反制的氛围当中 即便感染率和死亡率依旧高起 疫情呢 仍然未能对美国造成实质性的冲击 美国或许终将衰落 但这个下行的通道可能是异常的平缓 而且非常的漫长 这件事情本身要加以重视 不可能是立刻发生 另外我们包括这个曾经也介绍过 美国的GDP超过英国的时刻 实际上 那当然美国就已经在经济上面 打败了曾经的大英帝国 可是过了几十年之后 才慢慢的让美元去取代欧洲英国的货币 其实这个过程呢 也是非常的漫长 那么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 都必须小心谨慎 要有一种更多的这个战略耐心 来面对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呢 中国实际上也不一定总能够隔岸关火 必须要承认 这种西方集团式的反华同盟呢 在一定程度上 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形成了 这种趋势已经拥有很大的惯性 不可能因为集团内部的分裂而进行刹车 这并非冷战的复制啊 不是跟曾经的冷战 也并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 低渊政治领域呢 实际上有它的相似性 那么个人认为也是冷战的升级版 所以称之为新冷战 新冷战的言语上并不诉诸于你死我活 对吧 这恰恰是具其欺骗性的所在 保持清醒的危机感 对于中国啊 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呢 我个人认为也是有必要的啊 那么包括中国的老百姓要保持一种自信和从容 但是呢 同时也要明白啊 这种危机感 这样的一种这个对抗与斗争的现实 那目前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整体的发展情况 还是非常好的 包括疫情控制的势头呢 也是非常不错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呢 实际上经济也在复苏 当然美国可能要面临的是大额膨胀通胀 那么未来经济呢 他也会面临他自己本身的一些问题 但是美国他毕竟手上有他印美元的这个能力 这一点呢 大家千万不能够轻视 在国际的场域的形势的变化呢 是相当快速的 那么在中国国内实际上也是有一些声音表达出来 我们看到富盈就警告中美竞争将日趋激烈 中国必须直面美国的挑战 中美竞争将会日期激烈 然后大国竞争 比的是哪种制度更为稳定 中国需要直面美国发起竞争挑战等等 那么面对中美紧张的局势 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富盈 做出上面的这些判断 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 北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富盈近日应邀 线上出席 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的 普里马科夫读书会国际论坛 在论坛上提及中国需要全球领导力吗 这样的一个环节 那么富盈以全球领导力与中国为题发表了讲话 对于中美竞争的话题 富盈指出 中美不应该恶心的竞争 美国不甘心丧失全球领导地位 拜登政府以下定决心与中国展开长期竞争战略竞争 富盈认为预计这种竞争将会非常的激烈 富盈指出 中国无意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 但我们并不回避两个大国在科技经济等不同领域存在的竞争 希望这种竞争能够保持在良好的轨道上 最终能够共同的演进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富盈在演讲当中就谈到 阻挡中国向前迈进 取代美国 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服务于这一根本性的目标 讲白了减缓中国的发展 最好是围堵住中国的发展势头 这当然是美国的目标 世人皆知 美方正加紧行政与法律举措 致敬全方位的对华竞争策略 中国需要直面美国发起的这一场竞争和挑战 富盈认为 这种竞争归根结底要靠办好自己的事 中国率先控制住新冠疫情 重回快速发展的轨道 必将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 富盈表示中国没有兴趣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 但很清楚大国竞争比的是哪种制度更为稳定 更能激发人民的向心力与创造力 富盈说中国也知道 这种竞争不排斥合作 但必须合作 也可以合作的领域 比如经贸地区热点 应对气候变化 防扩散等等 中国还要同美方协调利益 香港南华早报14日对此做出评论 富盈上处讲话被公开的时机意味深长 那当时也是正值G7集团峰会闭幕的当天 G7峰会结束后所发表的公告 我们前面已经谈了很多 那么针对中国发表措辞强硬的言论 那么针对此前 此次G7峰会就有多个问题去指向中国 那么6月12号 中国驻英使馆发言人回应称 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依律平等 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商量着办 而不应该由少数几个国家去操纵 那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除了意识形态的领域 美国在军事领域也是在不断地搞一些动作 根据美国防长下达多项的机密指令 那么都谈到了中国 并且将中国视为首要的挑战 有关措施的具体细节 当然是秘而不宣 根据美国国会山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6月9日指示 五角大楼启动几项新举措来应对中国 将中国及其军事建设议题 列为美国国防策略的首要重点 不过有关举措现在也还不清楚 但只是说有这么一个事情 相关的动作是一招接着一招 美国国防部高官告诉记者 该内部指令将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主要是通过与美国盟友与合作伙伴一起更好的合作 特别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一位官员说 来自奥斯丁 这个美国国防部长的 这个指令最终是为了使国防部内部井然有序 并确保国防部履行将中国作为首要挑战的声明 这些措施当中的部分将维持机密 五角大楼声明称 这些行动将改进美国军方的能力 以重振美国和盟友的这个伙伴网络 增强威慑并加速发展新的作战概念 那么五角大楼呢 没有披露 那么后续到底要怎么干 但是呢 我们看到英国的路透社就指出 这项指令是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2月成立的 五角大楼特别工作组 所提出建议的一个结果 五月份 拜登政府的国防预算要求 把大批用于老旧系统的开支 转用于军事现代化 以遏制中国 50多亿美元将用于旨在抗衡中国的 所谓太平洋威慑计划 并聚焦中美在印太地区的竞争 目的是通过为雷达卫星导弹系统进行拨款 而提高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备状态 那么针对中美关系呢 6月9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拿中国说事 把中国当作假想敌 美国最大的威胁是美国自己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比什么都重要 王文斌强调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中方致力于同美方发展 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关系 同时将继续坚决地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的利益 除了中美双方的博弈 那么其实俄罗斯最近的动作也很多 跃跃欲试 进入到6月份中旬 俄罗斯国防部规划的太平洋远洋行动 还在继续 一直集结着旗舰 瓦良格号巡洋舰 潘杰列夫海军上将号这个反潜舰 沙布舌尼科夫元帅号 护卫舰等20余艘水面潜艇和支援保障船 所组成的大舰队 仍然在夏威夷以西500到800公里处进行演习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 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 给大家做过深入的分析 那么今天我们将俄罗斯的这一个动作 列入到中美所谓可能开启的 或者说正在进行的博弈 及新冷战的框架内来进行讨论和观察 那么这一次俄军远征4000公里威慑 威逼夏威夷 俄军在用行动宣告 太平洋不只是要容得下中美两国 可谓动作是相当的明显 面对扑面而来的俄方水面空中打击力量 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福斯电视台在内的美国多家媒体 均称此举习俄方冷战以来 太平洋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6月8日曾经披露 美国印太司令部要求国会 在其军费预算中增加10亿美元 声称要在该地区可能发生的 军事突发事件做准备 这种局面也意味着拜登上台之后 中美斗争的白热化 中美成为世界主题的趋势更加的明显 相比之下 俄军不仅在太平洋及印度洋 缺少存在感 其在传统势力范围也屡遭挑战 以美舰麦凯恩号2020年11月24日 突然冲入海生威外海威开始 美军先后在罗马尼亚 黑海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等地调动小规模打击部队 以兵力快速多变的部署 展示出美国在俄罗斯周边的威慑和干预能力 俄罗斯观点报就指出 美军在俄罗斯周边的调动 似乎已经呈现出全面加速的态势 譬如美军 这个美国 这个北约军机 在2021年的前五个月 对俄罗斯的抵近侦查次数 几乎是2020年全年的三倍 这种平度 这个如此之高的 这个这样的一种侦查动作呢 那么也使得俄罗斯的行动 让俄军在欧洲的一线处于一种这个疲于奔命的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俄罗斯海军此次的活动可能仍是一种逆势而为的尝试 但这种尝试在中美对峙的大环境下 具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在美军将精力倾注在近年来 这个多次进出第一岛链的中国海军身上 并对台海等议题产生戒备之际 新冠疫情之后呢 军力受限的美军一旦呢捉襟见肘 俄方就会就一定会见分插针 目前俄海军的活动已经从其在波罗的海 黑海以及北大西洋 北极和西太平洋的传统据点进行扩展 美军提供的机会让俄罗斯开始在靠近夏威夷的地方 展示自己的力量 由于夏威夷是美国印太司令部总部的所在地 也是美军许多其他极其重要的军事基地 空军海军包括海军陆弹队的设施 以及资产的所在地 那么俄罗斯军队这样的动作 对于此前肆无忌惮的在东欧采取行动 并视亚太俄军为无物的美方 无疑是一个提醒 莫斯科在更为广阔的太平洋地区 也能展示他的利益 美国试图大展拳脚的印太地区 也不仅仅是中美对峙的舞台 必须承认 俄罗斯在远东力量目前是正在恢复当中 俄军仍然在以自己的方式 在太平洋要证明自己 一直多年来缩减规模提高专业化程度的俄军 或许也将有机会在中美对峙的整体环境下 与某些特定的区域形成有效的突破 以此来证明太平洋两岸不仅仅是中美 还具有一定的打击能力的俄罗斯 那么为什么要把俄罗斯的这件事情本身 放到中美或者说新冷战格局的框架下来进行讨论呢 俄罗斯从来就不是一个小国 虽然很多人在说俄罗斯目前的GDP 大概也只相当于韩国 那么它是一个中型国家的水平 但是俄罗斯的军事力量的确相当的强大 家底非常的雄厚 我们说美国的衰落 大家虽然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 很多朋友呢去谈及此事 但是必须加以证实的就是 美国衰落的过程呢 一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可能短则几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那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会不会衰尔复兴呢 其实也很难说 历史呢很难去做这样的预测 但是俄罗斯的衰落 难道就是非常的 这个一夜之间就什么都不行了吗 我想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呢 恐怕也太于小看了俄罗斯 俄罗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 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 当然苏联时期 那么或者说前苏联 是一个这个力量最为强大的时候 那么美苏对抗全球争霸的这样一个格局 现在的俄罗斯呢 无论从地理面积上来说 还是俄罗斯的 它的这个所掌握的能源 对于欧洲市场的 欧洲国家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 或者说俄罗斯目前掌握的军事实力 这当然是它的一张底牌 其实依旧扮演着全球性大国的角色 那么特别是随着气候变暖 北极航道可能会开启 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呢 是领土面积 或者说海岸线最长的国家 那么这对俄罗斯又握有 手上握有一个新的这个一张牌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张牌 那么现如今中国实力的崛起 使得美国必须把它的力量 这个注意力资源都调往亚太地区 或者叫印太地区 那么显然和中国展开了这一场博弈 可是全世界的大国 怎么会少了俄罗斯呢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欧盟 或者是欧洲国家 那么俄罗斯在这些里面 越越越识 非常的想去这个体现出自己的存在感 显然是想在这一场博弈当中 去捞取好处对吧 国际政治向来就是如此 那么俄罗斯人 特别是普京 搞国际政治搞了几十年 他也看清楚了 今天的拜登再也不想 这个把主要的精力放到欧洲 再也不想和俄罗斯再去搞到一起去 所谓的搞到一起 是发生正面的冲突与对抗 因为普京也观察到 美国今天的国力 虽然依旧是世界的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今天的美国 已经没有办法同时在双线 在欧洲面对俄罗斯 在亚洲面对中国 如果是两边中俄报警 然后一起去面对美国 使美国在欧亚地区两大块 形成战略压力 那么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呢 是相当难以承受的 所以才会有拜登前不久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这在一定程度上呢 希望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 在战略上呢 形成一个新的框架 新的平衡 使俄罗斯尽量不要那么的 和中国靠近 那么我想拜登也是清楚 他这个时候 希望俄罗斯去反中呢 这件事情本身是不太现实的 但是最起码有一点就是 拜登通过做适当的让步 比如说北溪二号 天气管道 比如说一些这个对于俄罗斯 面对白俄罗斯 面对乌克兰所做的事情 视而不见啊等等 来换取俄罗斯 在这个中美之间的博弈当中 采取一个适度的立场 我认为这个目标呢 是有可能会达成的 那么今天的俄罗斯呢 跑到了太平洋 跑到了夏威夷附近 进行一场军演 实际上这场军演呢 主要是演给美国人看 当然了 也是演给太平洋沿岸国家看 那么就告诉美国人 对吧 俄罗斯人实际上 是在蹬鼻子上脸 对不对 你要对我让得更多 不然的话 何止在欧洲地区呢 在太平洋地区 在亚洲地区 我也要来搞一下 原因很简单 你美国 要不然就跟我一起对着干 对吧 那么同时面对中俄两国 那么实际上 是在将美国的军 是在将拜登的军 那么拜登如何回应呢 对不对 在太平洋地区 那么美国一直是独霸 可是未来 美国还能独霸得了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 也是所谓冷战格局 或者新冷战格局之下 我们必须观察的重点 绝对不只是中美两国 在玩这一场戏 在下这一盘棋 包括欧洲 包括这个俄罗斯 甚至印度和日本等等国家 也都想在这盘棋里面呢 去下一下 去展示一下 他们的国家利益 到底在什么地方 去争取更多的好处 那么这一盘棋 我认为后面还有得观察 那以上就是今天 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